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瞬間贏幾球》 今天就是我和Beavis一起做節目 現在我們先報回恆子 恆子正在做19340點,正在升666點 大市成交是641億 我記得上星期和Beavis做節目時 好像還在說,開始有風翻了 今天事隔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再一起做節目 明顯看到防疫措施開始放寬 看到北京很多核酸點都關閉了 非必要都不需要做核酸 所以明顯今天的港股高開了500點 上回19,000這個關口 好像是今早做到19,200點左右的位置 我想問一下Beavis 你覺得對於現在的恆子或者港股來說 其實內地那邊可能有一些放寬消息刺激經濟 其實短期內是否港股都可以看好呢? 是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你說看回由上星期開始 的確是看到整個港股的氣氛是好轉左的 尤其是大家只看成交 其實也看到了 其實上星期 純粹講成交來說 其實 很多天都是接近一千百億的 除了你說星期三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那天有MSCI的緩碼 所以那天就突破了二千億 但是你說其他那些 我覺得交易水平也是挺高的 有一天我都看到不是MSCI緩碼 但是也有1900億這樣 是的 唯獨是好像看到筆水又不太活躍 真的很奇怪 我看最近筆水反而好像買回美團快手 是的 但是整體淨流入的量就不算很多 是特別賣得多美團 是的 合起來31億左右 所以現在你問我的話 我其實就看回你說 我想有兩樣東西 令到港股的氣氛好轉 第一樣的確跟上星期八為二 我想他出來說 就是說接下來美國會放慢的加息步伐有關 是 你看到其實 現在叫做市場去估 就是說接下來叫做過多個多星期 過延室 現在大家 我想超過八成的機會 大家在說 都應該會加50點置 是 加75點置的機會就偏低了 是的 但是我想接下來 我想再要留意著的就是說 如果市場預期加50點置之後 我想都要留意市場 或者是聯絕過的一些官員之後 再出來說話 究竟 加息到什麼時候會停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關注的 是 因為其實八為二他上個星期出來說 就是除了減慢加息步伐之外 他也有提及過一些 究竟最終利率會去到哪個水平 先停 是先停 就是說現在慢了 究竟還要加多少次呢 我想市場會關注這件事情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就 你說說回 你說接下來的加息步伐何時會停 我覺得就相對 其實你問我 就比較難說一點 因為其實你看到上個星期五 公佈的非能數據 其實是 做得很好 就是比預期多很多 是的 所以其實上個星期 其實 當然今天港股 你問我 我覺得推升港股 今天升這麼多 其實你說 我覺得加息的因素反而比較少 就是反而是內地的因素 我們稍後可能再講一下 好的 但是你看到就說 美國那邊 就是出來的一些非能數據 是很理想的 所以其實上個星期五 你見到美股 一度見到 美匯又抽升了 接著那些債息又升上去 所以見到美股 就是上個星期五 是曾經大跌了 叫做三百多四百點 接著就 最後收市才抽上去 是的 所以這件事我想要留意加息的問題 但是 我想還有一件事可以看 就是這個星期 美國那邊 再會公佈PPI數據 是的 我覺得都值得關注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 說回內地方面 當然大家知道 這個市場夾上來 其實有些板塊 你已經看到 其實都是在夾一些航空股 或者一些消費的板塊 是的 其實都看到內地那邊 就是剛才Hilton說了 就是內地是說了一些 就是有些城市是開始放寬 放寬 當然 這件事其實 當然 我相信整體來說都是正面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跟內地 多了警民衝突有關係呢? 如果大家近期都看到 很多內地的大城市 都真的有一些 警民衝突活動 是的 那會不會 就是因為這件事 內地覺得都被迫要放寬 那個防疫政策 另外另一方面 也看到 國務院副總理 上個星期 他在一個叫做座談會的時候 他在整段 就是提到防疫的時候 就沒有提到清零這兩次 接著之後 看到內地很多媒體 就馬上很興奮 是的 就說 哎呀 內地終於第一次有 很高級的官員出來講的 他們竟然沒有提到清零 是的 所以 那叫做 那就馬上 很興奮 是的 就是很興奮 這樣子的 所以內地媒體 因為這樣就猜 內地可能接下來會改變 防疫政策 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要再觀望了 你要知道內地的防疫政策 就經常都 可以隨時改變 可以隨時改變 還有 純粹說 會不會說 接下來的警民衝突 平息了 沒有這麼多抗疫活動 他又再說不知道 是的 現在也很難說 這個其實真的很難說 所以 我想大家在升市之餘 都叫做審慎一些 是的 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 你說現在 你說市場來說 當然今天也夾了上來 我自己就覺得 暫時 我自己就會 你說看著 可能 19,800那些位置 是之前 一個跌浪 在那個起點 那時大概是9月初 大概在19,800那些位置 滅下去 是的 大家覺得 上面就暫時看著這個位置 至於你說下面 我都會覺得 暫時 如果他繼續站在一把天線上 我也覺得是OK的 是的 還有 我想再看回 今天再夾 今天的市場 再留意 就是 成交方面 是的 都多了 成交方面 會不會 都保持著 你說我 如果比較理想的話 也會繼續有 1500至2000億 這個範圍 我覺得 後市可能也有機會 再加高一點 是的 也是的 因為我看到最近之前 也有一些觀眾朋友問 有沒有機會 可以衝到上20000點 但是剛才Beevis 你提到19,800的位置 也滑行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那個位置也是一個挺重的阻力位 是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這個星期 或者看看有沒有機會再 再帶成交破到那個位置 那就最好了 是的 如果不是 如果另外一個比較差一點的情況 就是 看到成交開始縮縮的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 是的 因為我想就是 大家剛才 我也說過這個防疫 我想其實 除了防疫措施放寬之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 要留意就是 我想這個是第一步 但是第二步就是講究竟內地的經濟 在防疫措施不斷變的情況下 就是內地的經濟究竟會是怎麼樣呢? 是的 我想這件事情 現在沒有人提起 但是 如果當時彈得差不多 那麼 如果有人拿來做這個 叫做 叫做出貨的藉口 就是說 內地改變了放寬政策 可能就是經濟又不行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被市場拿來做 叫做調整的藉口 是的 所以大家除了留意內地 就是 各方的放寬的問題之外 我想就是 之後也要繼續留意 就是說 經濟情況 是的 是的 大家都可能留意著 內地的經濟情況 另外 早晨 Nicky Johnny 是的 剛才我們剛剛上載了那個時間表 應該在YouTube上都可以見到的 大家記得多給點點讚 分享和留言 有些什麼問題 繼續 積極留言 可以問到Beefus 剛才繼續繼續說 內地疫情那邊的關係 其實內地另外也有一些消息 可能關於內房那邊 就是關於銀行呢 今天也開始降準了0.25厘 本身其實大家期望是應該再多一點的 嗯 應該有50點 可惜只有0.25厘 就釋放了5千億人民幣 那見今天的內房呢 就前幾天又回調了幾天 那見今天就開始有些聲勢 特別是一些大 就是碧桂園 龍湖 尤其是碧桂園 剛才我看到也升了一成 差不多一成有多 又如何看看內房的市場呢 是不是真的有一點好轉呢 就是開始想救一下內房方面的辦法 我想內地方面想救內房 一直都是的 但是我想其實你說救內房的問題 就是很難解決 就是你問我涉及過層面又很廣 又很闊 又全國都是的 就是 因為你很多內房 其實很多盤都在全國都有 但是有一個問題不是個別的內房 是整個內房都有問題 是的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之前 就是內地用了很多精力 很多金錢 去抗疫 我覺得甚至他出了一些措施 但是我覺得 你說真的實際幫到內房的話 就是他之前說了很多東西 譬如叫一些銀行 你放一些水給一些內房企業 你幫他們 但是問題是 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就是銀行其實也不是很想借錢給你 本身你們借了這麼多錢還 然後還要再借給你 就是我在家銀行也不是很想借錢的 還有我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 正如我之前也提過 就是說 現在還有面對另外的問題 也是回到經濟方面 就是當你叫做經濟不好的時候 大家其實對於自業的信心是不夠的 是的 因為你要有人買樓 然後內房地產商才可以有錢收回 有錢收回才可以去還債 但是當大家都是沒有說有動力去買樓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麻煩的 雖然你說 之前其實你說 叫做中央出了一些經濟措施 其實除了說支持房企可以遲些還錢之外 就說一些置業的個人 是 就說如果你是有經濟困難 也可以延遲還款 其實大家一起延遲還款 但是我覺得是OK的 這個是對於 可能在供樓的人是有幫助的 但是 你對內房企業 我又可以拖債 但是你們又可以拖債 大家鬥拖 大家鬥拖 最後是怎樣的呢?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會看到 今天市的氣氛好了 內房其實也有點升幅 但是你見到上個星期 其實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就是你見到市場的氣氛不錯 但是你見到內房 其實升幅也不算太理想 或者其實你見到大的碧桂園 其實上個星期你見到 我的走勢就是 雖然它也升了 但是其實是開了很多日音燭出來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 也不算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板塊 就是你問我 一些強的板塊 就不會是視覺氣氛 那麼刺激 成交又多的情況下 你開了這麼多音燭出來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 傾向內房來說 我也覺得以短炒為主 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我覺得一些保守的投資者 最好不要碰到這個辦法 因為我覺得 消息面比較多一些 還有 根本就是整個行業的問題 我想要解決 我想首先要循序漸進 就是可能 我想對於中央來說 首先防疫OK 接著就開始經濟 經濟我覺得是先推出一些 比較容易刺激到經濟的一些板塊 譬如那些什麼汽車 消費 我覺得那些下手會比較容易一點 是的 我想接著才會去到處理內房的問題 是的 其實也是 內房這個社會暫時也不太能碰 因為你沒理由無端端 阿爺拿些錢出來幫你們還債的 或者是我拿些錢出來 我將你們全部國有化 國有化 全部轉到國企 這樣 很難 沒什麼可能 是的 另外 看到Niki也問了幾次 很關心1060亞視影業 它就說 0.455 現在呢 應該升穿了 破了升軌 還是可以暫時放上紙殼 只要先看圖是否正確 它說今早上六次都穿不到6毫子 是 那我就看回 我自己就覺得近兩天的成交是明顯增加了的 是的 我自己建議 都覺得是可以放下紙殼 因為始終見到國市也挺強勢 是的 而且本身你看過戶方面也看到資金流入是挺明顯的 我自己也會覺得 都可以先保持 但是當然 也要留意 我想Niki自己也看到 其實就說6毫子的位置 之前是有一個 橫行區 是的 它的阻力也挺重 就是我想 關鍵就是 看看它未來真的有沒有機會 叫做試一下環行區之餘 那麼 我覺得還要留意 它突破環行區的時候 成交有沒有繼續增加的跡象 如果你說 它有機會碰到環行區 但是你看到成交是在縮的話 那我也建議 Niki自己也要小心一點 是的 Niki也可以小心一點 說起阿里影業 我剛才看到 今天阿里健康其實也升得不錯 最近互聯網的醫療股 我看它也抽升得比較厲害 還有平安好醫生也連升了5億 是不是也要看好一下 京東健康也是 基本上整個板塊是抽升的 哇 阿里健康非常厲害 是啊 它升得很厲害 現在升17% 8.48% 當然 整個網上醫療板塊炒 其實也有消息 是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也有看到 其實就是說 有一個叫做 藥品網絡銷售的監督管理辦法 在12月1日正式落實 是的 是的 但是其實我講落實 大家也要關注 因為其實這個政策消息 在9月頭已經說出來 只是12月1日正式實施 是的 當然你說這個政策落地 我相信對整個線上醫療股 是很正面的 因為裡面其實都 因為其實叫做自從有疫情之後 我想內地的消費者很習慣在網上買不同的用品 或者食物也好 那就是連上醫藥都是一個 很多人是住 有很多人因為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中了COVID 但是 總會有人病 但是病了之後 那你外面 你外面 可能中癌症就會中了COVID 很多人就可能 就是透過線上去買藥 買補健粉 安全一點 對 無論如何 所以基本上 它的藥品網絡銷售 根本辦法 其實 我想是針對四方面的 包括就是說 本身的藥企 還有第二項很重要的 就是儲方藥可以正式在網絡上銷售 還有第三方面 就是關於一些藥品網絡銷售平台 就是說阿里健康 就是這些平台 還有關於地方政府 如何監督線上醫療藥品的銷售 當然 裡面只是講了這四方面 就是它的政策範圍 提及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第二和第三點 就是說 儲方藥可以在網絡銷售 但是就要行實名制 我想其實一向都有一些 不算是一些很有名的平台 我覺得偶爾會違規銷售 就是店舖也會有這些東西 一定有一點 是的 那麼 所以就說 這個行實名制之後 我想就是 整個儲方藥在網絡銷售方面 基本上都規範了 通常你說一旦有這些政策 一定是對一些龍頭的企業 是有著數的 就是都是在講一些 阿里健康、京東健康這些 另外一方面 亦都提到 就是你說這些第三方的銷售平台 他們是需要跟一些藥企簽一些協議 就是說 大家雙方買賣的藥品質量和安全 就是究竟 譬如有人吃了之後 出市之後 究竟如何處理 這些東西其實 整個政策裡面都有提到的 是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你一旦有這樣的消息 下來了 那麼 我想都是好事來的 是的 另外一方面 其實也要看回一些市場的燃額報告 其實預計 國內藥品網上的銷售平台 預計他們未來的增長速度會很快 差不多可能未來幾年 都有三成的增長 當然原因是 本身內地在這方面 走得比較遲一些 另外一方面 尤其是處方藥的銷售 內地一向都是監管得很緊的 因為他們覺得 處方藥都是一些 對於健康 各方面都是比較 因為處方藥來講 可能都不是跟一般的保健品一樣 可能是日藥效 藥效來講 是有時候 叫做 可能有些民眾 你只要用處方藥來吃 就明明是這麼好的 是的 他不是像一些畢業筒一樣 吃完之後 大家都很平常的 是的 所以 我想這個消息落地 就叫做 令到資金炒在這個板塊上 另外一方面 其實上個星期 阿里健康 其實是推出了Intrum的 是的 看到它的中期業績 其實 都做得挺英俊的 都不錯 看到阿里健康 它的中期業績 它的收入增長了2.4% 但是看到經調整利潤 叫做規短盈 去3.5億的人民幣 比市場預期是好很多的 是的 看到其實公司的 最主要的盈利增長動力 其實來自於公司 一來你看到賣的SKU 是多了很多 還有公司 可能物流各方面 做得更好 令到消費者的 重複購買率是多了很多的 是的 另外一方面 亦都在成本效益上 是改善了的 這就叫做 令到公司說 整個業績 比市場預期做得更好 因為其實 它的業績做得更好 純粹說一些大數 給大家參考 剛才提及過 它的經調整利潤 賺3.5億 其實市場之前預估 整個財政年度 都是賺3.8億 是 其實上半年 其實這個數目 其實是挺誇張的 我自己覺得 是的 再加上 剛好叫做市場 剛好又炒線上醫療股 又出了一個頁 這樣就爆炒了 是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 我看到車股 可能那些造車的新鮮 是 也有一些消息 是 例如小鵬 今天也升得挺多的 今天也升了18% 創一月高47.2% 就看到小鵬 出了11月的交付量是5811格 在首11個月交付增加了33% 但我記得它同比起其他車股來說 它的表現算是比較差的 都… 它是一個交付量 是的 我看人家那些有15,000多架 它是5,000多架 你問我 正如Hilton所說 剛剛說交付15,000多架 那個就是理想汽車 其實你說 以11月份來講 不僅是純粹 你看到Absolute的數字 它是最多 因為第二間就是蔚來 蔚來也有14,000多架 這樣也OK的 它小鵬是最壞的 只有5,800多架 是的 你說零跑也OK 零跑也有8,000多架 是的 但是你說除了看Absolute的數字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是 跟10月份比較一下 是的 因為10月份 大家都知道 上個月又是內地疫情很嚴重的一個時間 是的 但是 你看到 你說以月度銷售來講 其實你看到 理想和叫做為了汽車 叫做跟10月份比較 也有大概四成至五成的增長 你反而看到小鵬汽車和零跑 不算太好的 只有十多%的增長 當然零跑之前有講過 就是說 它的生產線那個地方 有造封城的 所以令到它的交付量是有問題的 至於你說小鵬汽車 我們稍後再講多一點小鵬汽車 尤其是因為它上個星期也出了第三位的業績 是的 你說小鵬汽車 我想除了疫情對它有影響之外 你看到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它的新車G9 其實出來之後 其實市場就不太購買它的車 我們稍後再講小鵬汽車 所以純粹你說以四家上市的新能源車股來講 蔚來和理想是最好的 說到比亞迪 比亞迪其實上個星期五也出了11月份的銷售 但是其實大家應該猜不到 如果以一個按月增長來講 比亞迪是最稅的 它是10%都沒有 當然它是賣到的車的數目 它的基數比其他比較大 因為它一個月賣了二十多萬架 是的 它的基數就高很多 但是純粹看增長來講 它好像按月的增長相對比較慢 所以你看到這個股價就 沒有太大的起飾 升少一點 對比其他來講 對比其他來講 它就升少很多 是的 還有我想另外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叫做瘦住 股神叫做沽受比亞迪的影響 我想這個也對股價的上升動力 是比較差一點的 不知道股神什麼時候會再沽 是的 我想大家都 壓力會大很多 是這件事情 是的 我們很多時候散戶都會看著這些消息 是的 好 那就大概講完新能源車股的交付數字 順便看看小朋友的業績 第三個業績 因為它也是上個星期推出了 其實坦白說 它除了交付得差之外 其實它的數字也不太帥 是的 看看第三季 收入68億 同比增長19% 但是跟第二季比較 就跌了8% 經調整虧損22億 那就比去年同期15億確大 比第二季就略為收窄 是的 你看到數字來說 也不是特別理想的 是的 就是你看到虧損擴大了 還有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公司給了第四季的指引 那麼 預計過交付兩第四季 兩萬至兩萬一 第四季整個季度 理想汽車11月 都交付一萬五架 它只有二萬至二萬一 就是很難搞的 但是你不要理會 今天好像是 升得不錯 零跑今天也升得多 是的 零跑今天也升得多 是的 但是 你看到公司出來給了指引 是給得差的 其實現在好像看而已 它說整個季度交了 二萬至二萬一 然後十月份它交了五千一 然後十一月交了五千八 大概有一萬架左右 你預算 可能十二月會好一點 有一萬架左右 但是比理想和未來都差了一段 是的 明顯比差 就是差了 另外它預計第四季的收入 48到51億 就是說比第三季來講 就下跌了兩成半至三成 是的 那就是 你問我第四季 其實它已經告訴你 它第四季是差的了 是的 另外一方面 它本身 它叫做九月份 開始交付一輛新車G9 那麼這輛新車 一出來之後 好像就 我看一些內地評論文章 就被人彈到樹葉都下跌了 為什麼? 是的 就說它的車 就是叫做 第一 就說 通常 我們通常的車是這樣的 通常出了一款車 但是通常 同一款車都有幾個配置的 是很正常的 是的 可能日門版 然後平民版 就是豪華版 就是類似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它超級厲害的 它好像有十幾二十個配置 是的 為什麼? 就很混亂 是的 另外 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它這輛車 就是日門版的就是三十萬 三十萬人民幣 但是最搞笑的就是 這三十萬是 就是你正常 其實你現在坐Tesla 你也會看到它 也會有一些比較高科技的配置 譬如可能看到旁邊的車 就是我看到你拍位 就是和附近有什麼 聽聞它這輛車 出完之後 就是三十萬最便宜的價格 就很多基本人家的 新能源車有的配置 它都是沒有的 就是你要另外全部加錢的 是的 就是你想看到後面的加錢 哦 就是續樣加 續樣加 接著就被人 一定被人罵了 罵了 是的 所以就 就是它現在改了 就是看一下它改完之後 接下來12月會不會比較好 就是你看到它 這輛G9 其實它真的做得不好 它這個新車 我當它第一個月就交了180架 第二個月就只有600多架 接著剛剛11月就OK 好一點點 有1500架 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改 就是好像說它一改了 就是說 你選擇配置那裡 就是沒有那麼多給你選擇 它就叫做 簡化了 就是那個 就是包多一些東西 包多一些東西之餘 就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不會有那麼多個版本給你選擇 好像就 就是選擇一點 選擇一點 就是讓消費者容易選擇一點 是的 這個也是好事實 但是接下來也要重新看 因為 之前小鵬的管理層 對這輛車就有很大的期望 是的 但是你看到頭幾個月 就有很壞的交付量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你說小鵬 其實我也有時候真的解釋不到 為什麼 就是它的車有交付的複雜 賠償也複雜 然後今天好像升得最多 是啊 今天在比起其他一些車的股 它是升得比較多 現在你看到它一直不停升 就差不多兩成了 19% 是的 但是反而你說交付得最好的 理想只有90% 是啊 真的解釋不到 但是有沒有說 就是車這個sector 有沒有哪些 可能相對上看得比較好 還是其實都是太弱的 不是很碰最好的 你說車 我又不覺得 就是我覺得 所以說車來講 就是我覺得 你說看回一些交付量的話 例如吉利長城那些 可能再過兩天才推出 11月的交付量 就不太快 但是你說 所以我自己看 就是說純粹看交付量 我就覺得 理想和威樂是最好的 但是我自己 我就挺喜歡一隻零跑的 其實 是 你喜歡零跑 是的 零跑也不錯 而且你看回它之前 其實你會看到它 除了一路那些車的交付量 是OK之餘 你看到它是 有在成本控制到 下功夫 是的 所以你說雖然零跑 你看到它的盤路是比較縮 但是我覺得零跑 其實是一輛 就是我會覺得 它也像是做得不錯的 不錯 就是一輛沒有建的車企 是的 但是其實相對上 現在才沒有建的 競爭性 不是應該比起其他的一些車 就是競爭性已經很大 就是它會不會是難一點 可以沒有建的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 這個是視乎 你接下來出的車型 受不受歡迎 就是你好像 純粹不要看股價 你小排汽車 就是它也叫做 以生勢力來講 它就算是現在 也一直有一些新車 但是 你不是款式的車 市場也會手拿 你 也是 譬如好像它剛剛出的G狗 市場就是不買你的車 就是不買你的車 是的 但是你說零跑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它之前就出現了一輛 霧氣得比較遲一些的車期 但是你看到它 就是叫做 三月份之前 你看到它一路 其實一路的交負率 也有過萬 其實我覺得 是做得不錯的 是的 還有尤其是我會覺得 相對來說 可能它關注得比較低 尤其是你看到它的圖 現在好像似乎在底部 橫行一輪之後 現在是正在上去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零跑汽車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是值得關注的 是的 如果是恆大汽車 雖然它停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看到它最近 也有一些新聞在說 說到倒閉 哈哈哈 說它裁了10%的員工 25%的員工 都會停薪留職的 是的 關於電動車方面的事情 但是它的管理層 說它現在經營很困難 因為疫情的影響 但是它是不是沒有機會 可以回到牌 我想其實 整個恆大汽車都很快要搞的 很複雜 對,很複雜 差很多錢 然後要不斷買產 填藤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真的很難搞 搞不掉 我也覺得 有點難搞 是的 而且你不服牌的話 也就是… 還有說真的 譬如你停牌停得越長 然後你一開始的時候 又是被人扔到PK 是的 立刻大炒 是的,很正常 然後我看一看 今天另外我看到三葉草生物 也有一個新聞 有消息的 是的,它說新冠疫苗已經獲得內地 被納入緊急使用 所以今天三葉草生物 曾經都升上10%左右 不過現在就回落了一點 正在升上7.4% 其實這隻三葉草 最近也有很多人說 其實 是不是都可以去看看呢? 我想其實都是跟炒消息有關 正如之前的康熙樂 也是炒緊急使用的 但是純粹看 見近期的成家都保持OK的 我覺得也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但是反而 我覺得有一樣東西要小心一點 就是大家看看康熙樂 現在就… 創依越低 是的 今天跌下去100元 其實上兩次都是有觀眾問這個 他說有拿著貨的 希望他夠了 因為前陣子真的升得不錯 是100元以上的 是的 現在跌得很厲害 是的 但是之前康熙樂 它的勢是不是已經沒有了? 是的 就是上兩星期都已經炒完了 還有就是炒消息 就是之前說康熙樂炒上去的時候 他也是炒疫苗可以緊急使用 我想炒完之後就… 就是炒那一刻 是不是意味著三葉草生物 可能都會好像康熙樂的後層一樣呢? 我覺得可以再留意一下 暫時這一刻去看 看到成交也保持著有在 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就是你說看它 就似乎… 在一條二十天線上 都好像暫時站得挺穩的 是的 那麼就… 好像今天成交也很多 我覺得這隻也可以… 就是因為今天的小姐剛剛出 就是康熙樂也炒了幾天了 那麼我覺得… 這隻三葉草我覺得… 可能… 你說再有些炒效 我也覺得不奇怪 是的 但是也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可能… 就是留意一下 之前會不會跟康熙樂一樣呢? 就是你看到它… 也是 成交開始縮 那麼它就開始玩完了 是的 我想大家也要留意著這個… 成交的變動 是的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 如果在現在這個市場 有沒有說… 有什麼可以炒一下呢? 其實… 有沒有什麼過股 或者什麼特別辦法 其實也可以留意一下 最近也不會錯 如果你問我可以留意的話 我會… 可能留意一下蠔賭股 蠔賭股 是27還是哪一隻? 27或者1928 那你問我 最主要是我自己也看好蠔賭股的… 本身基本面 逐多倒排 我想大家的憂慮會少了很多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想就是內地… 就是現在內地那邊 就是廣東山開始放寬一些東西 那麼接下來會不會… 就是看看聖誕年尾 或者接下來一月份 去到農曆新年 就是會不會多一些人 會去澳門那邊玩呢? 是 我覺得有一些這樣的憧憬在這裡 是的 但是… 都是要看看內地 尤其是廣州那方面 就是個案子會不會少一些 或者是各方面 是 但是始終好像還沒有放寬香港 是嗎? 香港這邊 香港海外地區 是的 最近的地區都經常去不到的 是的 我也不明白 比如像淘寶那樣 香港也是海外地區 運費又特別貴 但是國內有免費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是的 為什麼香港是海外地區 我也不明白 真的不同的 但是我理解不了為什麼 是的 所以就… 是的 我覺得豪賭古 接下來就是… 除了一個土牌 拿了之後 那個行業的不明朗因素消失了 還有就是… 接下來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炒一下聖誕 還有農曆新年 就是外游的因素 是的 還有你今天看到… 我自己就覺得 看到銀魚 好像今天… 都叫做破了今年的… 高位 高位 是的 是的 那… 但是唯獨是… 好像成交差一點點 是的 但是我就覺得… 接下來看看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 炒一下很多股 金沙就未破今年的頂 今年的頂就24.7 是的 反而銀魚就破了頂了 是的 今年的頂 是的 那就是永利呢 我看到最近永利 就是在賭鼓來說 相對可能… 就是它比較小一點點 是 升得也不錯 升了有15% 還有它一直都… 一棍一棍地… 是 是帥仔的 永利的角度也帥仔的 是的 好像挺好的 就是在賭鼓來說 是 因為之前覺得它高危的 它跟美高梅高危 是拿不到牌的 是的 其實你看到… 它成功了 是的 美高梅… 你看到美高梅 的圖和永利是差不多的 是的 是的 這樣吧 是的 看到成功也不錯 就是… 是的 我看到最近也不錯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那些… 那些真的坐定粒 拿到牌的 好像奧博那些 真的升勢沒那麼好 是的 沒那麼好 是的 升了5.5% 是的 但是你看到近期的圖 是沒有其他那麼誇張的 是的 就是升勢沒那麼強 是的 我想是有分別的 他一向是不會猜他… 就是… 這些人從來不會覺得他拿不到牌的 是的 也是 另外呢 看到有觀眾朋友問 IV1 問者是1833 應該是平安好醫生 就是今天也升得比較多 剛才我們也有提到的 他就問上網多少 是的 講開平安好醫生 很平安 是的 當然他也是升得多 但是呢 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就是說平安好醫生 其實他的業務定位 跟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是有些分別的 那他平安好醫生其實… 應該這樣說 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 其實他八成至九成的收入 真是來自於網上銷售藥品和保健品的平台 但是平安好醫生 他的業務定位 是由醫療服務 帶動他的藥物的網上銷售的 那麼其實 怎麼說呢 就是說其實平安好醫生 他做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做一些線上問診 網上看醫生的業務為主 再去帶動附帶的一些藥物銷售 是的 所以其實就… 純粹如果你說受惠剛才的網 藥品網絡銷售的辦法來講 其實我自己用常理去判斷 我自己就覺得 京東健康和阿里健康 應該受惠程度比較高 因為你看看平安好醫生的Infirm 他來自於網上平台銷售一些貨品 其實只是佔他大概六成的收入而已 但是你看到京東健康和阿里健康 差不多佔到接近九成 是的 因為平安好醫生他另外有一些業務 就是可能一些網上醫療服務的收費 所以業務的比重是有些不同的 或者大家的業務定位不同 另外一方面 你說看數方面 你看到平安好醫生的Infirm 因為他現在正在轉型 他本身就是做一個to see business的業務 但是你也知道平安好醫生都是背靠平安集團 或者是平安保險 他現在轉了做一些專對企業的客戶 所以他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裡面 你看回Infirm就知道 其實他的收入是跌了很多的 主要是因為現在還是一個轉型的陣痛期 所以你說看數的話 我相信應該就 你說未來就是可能 明年第一季 大家都會出全年的預算 你就會看到正常應該京東健康和阿里健康 應該是做得OK 但是平安好醫生應該盤數也不是特別年輕人的 是的 因為正在轉型 業務正在轉型 就是叫做 是的 他叫做轉型做多了企業客戶 那麼就開始剝離這個叫做 零售 就是就這樣walk in 的一個零售 是的 所以就 不過但是 說是這麼說 但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升這麼多 就是大家跟著查 最近這個版塊也升得不錯 或者這麼說 平安好醫生 我覺得相對京東健康和阿里健康來說 他殘了很久的估計 就是你看到你現在的圖一直在底 但是我記得 我不知道多久之前 它是有100元的 不知道轉到圖什麼時候 在2021年 我想是2月的時候 它是148元的 是的 你問現在雖然它是27元多 那麼它那個跌的幅度是 相當驚人 或者這麼說 比喻小排汽車 雖然小排汽車交付量也差 盤數也差 但是它又是 我覺得它在汽車的生態力裡面 跌得比較差 就是累積的幅度是比較大的一隻 是的 Ivy 可能留意一下 另外她也有再追問一隻3968 應該是招商銀行 39元有貨 那麼這隻又上網多少呢 是 現在在做40元左右 在升4.4% 是 那麼你說銀行股來講 我暫時自己看 銀行股 我就不會給它這麼正面 雖然很多銀行股 都叫做 你說銀行 工房 什麼都好 跌到下來的這些壞 那麼其實股息會很高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銀行股 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借了很多錢的內房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面對中國的經濟 大家都知道 不是特別好的 那麼對於內銀來講 那麼其實 不算說太多的趨發劑 那麼當然 你說招商可能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的定位是以零售業務為主的 但是我也會覺得 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那些什麼財富管理業務 就是你沒有錢還叫人投資 那麼別人很難搞的 是的 就是你經濟不好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 其實銀行可能跟經濟周期 就是關聯到一些比較大的板塊 是的 尤其是 它一向財富管理 借錢等各方面 都跟經濟的關聯度比較大 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內銀不是一個 資金處理最重的一個板塊 也是的 那麼如果是的話 那有沒有一些消費股可以看看呢? 就是看到海底都說是狗毛狗的 最近這些內需的消費股的sector 好像也不錯 我看今天剛才看 海底好像也升了 對 現在再升多了 升了14% 我想消費板塊都會不錯 但是我想最主要是大家炒防疫政策 是很輕鬆的 是的 不知道這個原因可以炒多久呢? 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降股就夾升了 是的 每次都是因為 可以炒多久呢? 是的 但是 正如節目開始這麼說 內地防疫政策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 想不到它會怎麼樣的 是的 所以大家炒這個辦法 當然現在每次炒防疫寬鬆 這些狗毛狗一定有份的 但是 但是大家每次都要 比較密切留意一下內地的防疫政策 究竟是怎麼樣的 就是你問我 它也轉了很多次 是的 轉了很多次 但功炒了很多次 是的 另外我看到 星光看 剛才比較早的時候 也有留言說 它說紅腰貴 恆子牛紅買兩邊薄大波幅 Beavis 現在對於這個看法 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這個做法 兩邊薄大波幅? 是的 暫時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 市場 現在因為市場不是在橫行 我覺得如果你說薄大邊的話 應該是讓市場去到某些位 阻力位 橫行了一段時間 或者是 可能在底部橫行了一段時間 就是有些橫行區比較久 那些會去薄大邊 我覺得那些就直薄力高一點 是 因為現在市場已經爆了一遍 明顯爆了一遍 明顯向上爆了 是 所以 我自己就會覺得 似乎這個策略暫時 這個時間就 不算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是這個時間 是的 他還說什麼呢? 另外他還說什麼? 恆指即日 call put 這樣 我覺得就 你問我 我也會覺得 你問現在的市場 所以我自己 譬如你說向上 正如一開始說 你說現在向上 之前有一個橫行的阻力 大概是19,700 那些位置 19,700 是的 上面之前有一個橫行區 是的 19,700 現在其實就 三四八點 是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的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還有 你看看 100天線 下面是18,300 其實也有1000點 是的 但是暫時 暫時我覺得 市場氣氛還好 還有好像現在 今天也差不多接近1000億成交 就是半天應該也有1000億的 是的 一定有 所以就 似乎暫時在這個氣氛底下 就是你說市調整 嗯 我覺得就 似乎上面 上行空間 暫時還要看 但是 又不像會突然間 就是氣氛突然間 轉差得很厲害 是的 所以 我就會覺得 就是你說 駁過市這些 我覺得自己也要留意 就是好像我感覺上 向上的直撥率又不是很高 但是你說 向下又 會不會突然向下跌得很厲害 又難一點 可能最多是回調一下 回調一下 或者是今天可能 可能到下午 我不知道 可能會升少了 不出的 是的 就是這樣 大家也可能留意著 這件時間也差不多了 先補一次恆子 恆子最近19,272點 正在升596點 大股成交也要求1000億 有970億 今天也感謝Beefus 同一齊做節目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好